观众们大家好 这里是羊羊居 还记得昨天显卡离去的细节视频吗 今天羊羊居遵守约定 给大家带来了地铁离去里 最为经典的30个彩蛋 致敬和秘密 没想到吧 彩蛋居然有这么的多 我们会分上下期慢慢的讲解 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第一个彩蛋我们聊聊 真夜灵 当游戏推进到中后期的时候 我们会来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山谷 同时获得新武器 十字弩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这里小河残残树木茂盛风景秀丽 是前两座雾气抹黑的地下场景 所截然不同的 当我们到河岸边树下这里 可以看到一具比较特别的尸体 不仅膝盖重剑 而且头戴铁桶 这两个个人都是在自尽 经典的老鬼舞 在山谷全座舞天际里 首位的名台词 就是这一句 而在游戏中 如果我们在商店里 用筒状物盖住老板的头 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们偷东西 也是一个非常出名 非常欢乐的bug 同样是在真夜灵 很快我们会来到一座学校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场景塑造 真的非常的有感觉 走着走着 我们会来到一座雕像这里 上面写有两个字 猎宁 所以这一座是猎宁雕像来的 如果我们对着他的头舍一箭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本来军R打算把这个放在细节视频里 但是如果我们靠近这个头 并近战攻击一下 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 使到猎宁的手臂和腿突然断掉 非常的诡异 其实这里非常有可能是在暗指 乌克兰基辅市区的猎宁雕像倒塌事件 在2013年12月8日基辅市里的最后一座猎宁雕像 脖子上被套上了铁绳 随后就被人拉倒 接下来我们聊聊几个电影彩蛋 首先是星球大战 之前就讲过地铁2033里 乞丐的星球大战台词彩蛋 看来制作组真的有星球大战的粉丝 当我们在沙神报里 来到这座加油站这里 不用进去 而是绕到后面 从废弃汽车这里 可以跳到屋顶 接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具尸骸 这具尸骸和其他的并不一样 如果我们仔细看 就会发现头颅竟然有四个脚 不仅如此旁边还放着这位老哥的武器 有点特别哦 是一把双头枪 大家有get到吗 这里其实却致近星球大战里的西斯武士 达斯摩尔 不管是他长满脚的头 还是双刃红色光剑 都是一模一样的自信 当我们来到厉害的石油赚金平台顶部 和这个自来熟的男爵 谈判的过程中 最后就可以听到男爵 这样子说道 身身不息 繁荣昌盛 很显然这是星际迷航里 最出名的台词 来自剧中瓦肯仁勇于问好或者告别的手里 地窝才当我们聊一聊档案馆里 藏得很深的几个小彩蛋 在档案馆氛围还是有点小恐怖的 一排排的价值上按年份和月份 放着许许多多的资料图 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 而当我们来到2001年这一排的9月份 就可以看到格子里塞了一架玩具飞机 显然就是在致敬美国举世震惊的911事件 而在最后一排这里的2010年3月份 则放着一本地铁2033的小说 13年5月份放的则是地铁2034的小说 大家应该都可以get到吧 这两本小说都是在致敬自家游戏 也就是地铁系列的前两座 地铁2033和地铁最后的曙光 他们的发布日期 至于这个小说 经常出现的游戏的各个角落 贯穿整个游戏 应该也是一种对地铁系列 出自小说的一种自尽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一句 我对于本作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之一 那就是曾夜灵最后遇到上将这里 孤独的老爷子 经常在这里自言自语 自问自答 一只鸟儿陪着他 显得他更加孤单的 接着我们可以弹吉他给他听 他喝着浓茶抽着烟听着听着吉他就睡着了 据说Ca工作室的负责人说他们非常喜欢战神系列 是战神系列的粉丝来的 所以这段剧情中间便有了这样的台词 刚刚我们说到鸟儿 接下来的一个小彩蛋 我们需要潜行才能触发 当我们来到敌人的后面 爬上这个梯子 就可以听到一位开荒者和海盗 正在对话 我们仔细地跟在他们后面 接着就可以终于知道 他们到底在真问些什么 啊 靠下来 啊 靠下来 Stay there I don't care Nobody cares You'll see It will blow everyone's mind when it talks Come on now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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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come on sit Hello You dumb thing What is wrong with you Hello Come on you freak Come on you freak Hello Handwall What Hand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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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开发人员还说 团队里非常喜欢半条命系列 于是我们在地铁2033里 可以找到指尽戈登弗里曼的彩蛋 而差不多同样的彩蛋 也出现在了地铁离去里 倒满了到一个废弃的地宝石 可以在一个角落里 发现这样的一幕 一只死掉的大蜘蛛 旁边则躺着一个穿着黄色护甲 手旁边还有一根撬吞的死人 那据有理由相信 这又是一个半条命的致敬 不过或许这个躺着的死人 是在自尽依赖 因为脚上装着的可是一只呀 大家觉得呢 接下来第九个彩蛋 我们讲一个传统彩蛋 那就是游戏开发人员的照片 在地铁离去里 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艺术照 而这些照片上面的人像 其实都是开发人员来的 他们将这里的大头铁 劈进去了这些画作里面 把这些画和贴图贯穿了整个游戏 我们在地铁最后的曙光里 也可以看到一样的彩蛋 这应该是开发人员 致敬他自己的小秘密啦 还记得今天第一个彩蛋 我们讲了十字奴吗 对潜行游戏来说 这是一把非常不错的武器 就是奴剑回收起来麻烦的底 我们在工作台里面 可以看到这把武器名为赫星 其实这里非常有可能是在致敬 美国传统恐怖片《凡赫星》 电影的主角是一名专门猎杀各种魔物的猎人 手持一把使用压缩气体 并且可以连发的十字鱼 第十一个在我们聊聊火车 没有什么比在石人车厢里和老婆一起看风景 春夏秋冬一路走过来更美好的事情了 不讲句话讲的是一个略带恐怖的小彩蛋 是在游戏中后期秋季的剧情里 当我们的火车一直开一直开 就可以突然看到 左边的站台上竟然有一只狗子 还好仰静我手速快按了拍照模式 这才看得清 不仅如此当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在下一个站台看到一个人 形影孤单似乎在等这些什么 这一人一狗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会出现在风景里 至今仍然是个谜 第四个才能聊聊潜行者的致敬 大家都知道地铁2033以及地铁最后的曙光里 都有对潜行者的致敬 不管是小说还是游戏 或者是电影 当我们和盖尔坐电梯 来到地堡最下层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些个大蜘蛛非常惧怕光源 一开灯都转到地底下去了 慢慢走过这条通道 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 这场景这几根柱子 这些小土堆甚至是光影 都像极了1979年艺术科幻电影 潜行者里的场景和电影封面 这应该又是一个对潜行者的致敬了 这些小说游戏电影通通都致敬了一遍 真的是妙啊 最后三个彩蛋 我们继续回到漂亮的真夜灵 来讲讲真夜灵里后面的这个沼泽地 这里有好些废弃的渔船 新时期绘制的最后的晚餐 而真夜灵里的学校 则常有不一样的文化致敬彩蛋 这边有一间客室 夕阳的余灰蓝散的照射到房间里 每张书桌上总摆在点什么东西 如果买到角落的这张书桌就可以看到 这应该是属于某个爱好编辑金属的 重型音乐学生涂鸦在上面 黑色这个很显然致敬的是金属乐队 这是美国殿堂级重金属乐队 也是世界上第一支编辑金属乐队 而旁边这个红色的 则是超级杀手乐队 跟金属乐队同样属于编辑金属四巨头 看来游戏制作旁边里 有人非常喜欢金属音哟 好啦 终于到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 我们来说说漂亮而皎洁的月色下 我们这会儿刚刚把老婆救出来 这时候旁边的达米尔和珊姆 就有了这样非常搞笑的一段对话 大家有get到吗? 三姆在回答敌人基地是什么样时 用了非常夸张的语气 下期了说了一段来忽悠米尔 然而这一段描述 其实都是在致敬同是废图主题的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辐色室》 涂满心条的大型人型机器人 其有可能是在致敬钢铁兄弟会的大型机器人 自由自尊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致敬辐射76等 那么一套动力盔甲 不论怎么样 这都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小彩蛋 在地铁离取里可以看到致敬辐射系列的彩蛋 如果我就心满意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彩蛋所有的内容 彩蛋整理和路子不易 还请多多点赞三连支持支持 喜欢这期视频可以点个关注和订阅 这里是用心做彩的视频无聊天区 以下期视频再见 掰掰 互相宜 BG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